为了躲避超鹰追杀 比利他们竟然干翻了整架飞机 可就在他们准备撤退时 船身却遭受了猛烈的撞击 无数鲨鱼朝他们追杀而来 比利见状拿枪疯狂射击 却没有一点效果 反倒是船身被鲨鱼撞破 无奈他们只能骑船逃跑 可鲨鱼依旧紧追不舍 就在这时他们发现了一处排泄洪 于是急忙冲了过去 但突然海里出现一头鲸鱼朝他们快速接近 诡异的是鲸鱼身上竟然趴着一个人类 很快前进的路就被鲸鱼挡住 站在鲸鱼身上的深海满脸骚气 以为这波稳了 但没想到比利却静止朝鲸鱼冲了过去 恐怖的冲击力直接将鲸鱼冲飞数百米 深海也摔倒在地云死过去 过了几分钟比利从鲸鱼肚子爬了出来 这恶心的体验把他们恶心坏了 但来不及恶心他们连忙朝隧道跑去 不一会的时间超级七人组就赶了过来 祖国人连忙询问比利他们跑去了哪里 不料深海却表示他顾着伤心没看到 无奈阿祖只好派出火车头先追过去 可火车头没跑几步就感觉心脏脚痛 强大的疼痛让他停下脚步 没想到以速度闻名的火车头却跑不动了 而这一幕却被祖国人看在眼里 这下糟了